旷建堆田 打拉布 發縮離奇 撐長毛 歸為立法會 第一大黨有什麼爭取不到 熱烈祝賀 民建聯成功爭取抗建堆田區 這塊Banner近日神秘在屯門街頭出現 OK 應該有市民想學學民建聯的豐功偉績 被人踢爆出賣選民 譚主席怎樣都好呢 只是一個前期的顧密研究 不等於以後他做了研究 我們一定支持不是 我們很多事情都要再看清楚 那真是不怕 戴眼睛看清楚 政府星期五就會向立法會申請堆田區撥款 連補開黃的發縮都說不惜退黨 撐長毛拉布反對撥款 說屯門多年來已經啃了這麼多厭惡性設施 加上之前政府未等區議會討論員 就與立法會通過 發縮覺得政府完全不尊重區議會 不排除連打鼓嶺都反對 他還極力遊說經民聯其餘六個議員反對 發縮今次這麼反常 有政界人士相信 他是想借機爭取龍骨灘村搬村 間距和鄉山在龍骨灘村一帶 有不少地 如果政府答應 隨時會有大不賠償 民主派都準備近百條問題要政府交代 令撥款極大機會 不可以一星期五表決 基本上我們跟相關議員 剛才說過我們是溝通過 講了我們的理解 令到他的疑慮是有回應的 所以希望議員能夠是回心轉意 消息說政府已經作最壞打算 如果星期五都過不了 就會要求財委會下星期三 開多兩個中會 還未搞定的 下星期五再開 沒有求在休會之前通過撥款 預約堂重草CS4 連續四年全港銷量No.1 網信預約堂